苍山上渡 八十多年历史的明天虾游场 临近下午两点 设施二十九度 一天中最热的时候 制作虾游的工人正在作业 他们统一着装动作画衣 趁着阳光照射在缸中反复翻角 虾游师傅张法明是这里的老前辈 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酷热环境 三十年的经验也告诉他 这个程度距离下一个步骤还有很久 虾游是代表我们胡州的味道 我们不管煮什么菜 我们都用这个虾游 我是二十几岁就开始做虾游了 阳光曝晒下陈列的发酵缸 颇为壮观 腌制后的鲜鱼和小虾被置入其中 趁着阳光时 开盖晾晒搅拌 夜里开盖充分吸收露水 日晒夜露 这是制作虾游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 四十多度太阳下面 我们还要出去搅拌 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下雨也要爬出来干了盖 这个是又苦又内 从原料到我们成品中最少要一点以上 鱼虾已被晒制融化 张法明用手摇起一勺感受原液已然带有的鲜味 接下来他要和同伴们一起静体虾游 用竹笼将半成品虾游反复过滤 分解出其中的杂质 循环静体反复三次 现在年轻人也有 现在一代一代接下去 但是这个是很辛苦的 开头都不喜欢 后来慢慢搞一下也习惯了 虾游随后被送入绿布矿 现代化的工艺过滤 确保它的澄清透亮 缸中的虾游已经色泽成狂 不掺任何杂质 远离阳光的曝晒 调配池里阴凉的环境 虾游在这里经历最后一次试炼 随着气温高低变化 水分蒸发 池壁吸出大量盐晶 为保证虾游成品的纯度与质量 制作虾游的工人们 每天都要用滤网在池面上打捞杂质 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 只有坚持我们虾游的传统的工艺 还能搞好虾游的风味 快OUR 扔糖 扔糖 finns 池腻 搖争 池饭 池 瘍 vag 资